看到這麼多人來非常踴躍參與這場 那個精密舊山線 老鐵道園追山日記的座談會 那我想舊山線是一條非常迷人 而且美麗的曲線 它藏了四座車站 四座鐵橋 還有九座隧道的建築工藝 它的經典在於它克服了沿線 不管地形 彎度 坡度 還有河川 以及山越的種種限制 和挑戰 所謂逢山開洞 律水架橋 究竟它要面臨什麼樣的艱險 而23.6公里長長的鐵道上 它究竟又藏了多少 不管是艱險的 或者是美麗 溫馨的故事和畫面 我們今天就要來為您揭秘 那首先呢 第一場 其實今天我們本來邀請非常三位資深的鐵道人 要來和我們一起分享他們過去的經歷跟建文 但是呢 劉昆秀老師呢 因為他在上個禮拜參加了不老騎士 受了點傾傷 所以我們緊急傾傷了賴德香 同樣是資深的鐵道迷 然後他對所有的鐵道文化 依然是梁若執掌 那首先第一場呢 我們要邀請李慶金 然後因為他曾在三義 包含楓媛跟彰化站長等職喔 所以呢 第一場的座談會 第一場的演講開始 讓我們用掌聲來歡迎他 謝謝 谢谢大家